这女生还没有最后想好就跟你结婚呢 你就把日子过得就如此接地气 一点幻想的空间 一点美好的感觉都不给对方了 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 婚姻都是一个特别 慎重和盛大的一个决定 所以你用这样随意的态度对她 我觉得是个女孩都很难答应你 而且目前看到你的家庭 无孔不入地侵入到你们这个 两个人的小世界当中 我觉得一方面是你没有做好 另外一方面你家人的分寸也没有做好 你家人和你是一家人 你和她是一家人 然后他们才是一个大家庭 你们现在整个侵入你的小家庭了 对她来说她特别没有安全感 没有归属感 再加上你对她的态度 她更是觉得这样的婚姻 这样的未来要她干什么呢 所以她始终在回忆 七年前你对她是如何好 我觉得大多这种抱怨 都是因为日子长了 生活淡了 感情慢慢地降温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变得非常随意地对待对方 对待我们的生活了 我不是说每一天都要过得轰轰烈烈 但是至少我们要新存一份对爱情的敬畏 对婚姻的敬畏 对所有日月的一份敬畏 我觉得如果你真爱她 如果你真的非常希望你们将来能够成为老夫老妻 那就给她一点点仪式感的东西 不仅仅是对她 对养育她的父母 这样一个家庭也是一种尊重 谢谢你 谢谢周妈妈 这是从一个老母亲的角度来说的 来来来 曲总 其实啊 我都能看出来女生比你还想结婚 对 可她不敢呀 你一句轻飘飘地说老夫老妻了 然后一句简简单单说要不要结婚啊 就能把她认为心中这么重要的事情就给办了吗 况且你现在还是跟以前差了好多啊 对不对 所以她不敢去结婚 那其实她对婚姻的需求 对婚姻的期望是比你高得多的 反正你是消极的 你觉得都七年了 我们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走入婚姻阶段了 但恰恰她害怕呀 她怕真像大家所说的 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啊 而你这么平平淡淡啊 无所谓的 并且还给她施加一些压力 对吧 让她学做饭 让她会这会那 让她你到我的公司来吧 等等等等 让人觉得婚姻没有任何的憧憬 所以你现在给她的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幸福的一个画面 让她有动力愿意走进去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真是这么简简单单的想把这事给办了 我告诉你 她一定会跑 懂了吗 跟房子呀 跟工作啊 无关 要的是她那颗心 就这样 杨老师 其实两位做的都不够好 不是光男生有问题 女生也一样 女生想要的是 曾有的浪漫 我觉得这个 无可厚非 女人更感性一点 希望婚后还能保持一定的温度 保持情感的热度 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做了什么呢 你要想想 你为这七年的感情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看到 你始终沉浸在过往 我们像大学时候一样啊 彼此很关注 我们走得很近 这是好的 我没有说就不好啊 但要从爱情升华到婚姻 一定是要往前走一大步 爱情和婚姻不一样 爱情只是婚姻的一部分 婚姻还有很多的元素 而女生做的真的不够 你指责她说 我买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销费 为什么就不可以 我不爱做家务 我为什么要做家务 那抱歉哦 她现在不爱浪漫了 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 其实两个人的婚姻 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而两个人的婚姻 同样是两个人 去为了自己和对方 共同的感受 要前进 没有人说 一定要做家务 但是你爱的这个男人 他希望自己的妻子 会些家务哦 我们为什么只想 享受那些浪漫和温情 不能去做一些 他喜欢的事呢 男生你就更不用说了 你既没有给他 一个非常安全的感觉 说我嫁给这个男人 我可以享受 一份稳定的生活 反而多了七骨子八大 一的介入 经济上也没有发现 更宽裕 感情上反而少了一大块 所以你在极大的退步 七年的感情 如果你们不成长 反而在退化的话 那这段婚姻 可真的不看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婚姻 是真的要稍微放一放 去想一想 我要进这一大步 从爱情变成婚姻 我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姿态 去努那一大步 找好那一大步的方向 再谈婚论嫁 否则婚后 更是无休止的痛苦 所以好好想想 你们进的这一大步 怎么去调整 再去谈婚姻吧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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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夫妻老师 婚姻为什么是 爱情的坟墓呢 因为爱情所掩盖的 那个东西叫 对生活方式的理解 要进入婚姻的时候 突然之间两个人发现 我们两个人 对生活方式的理解 是不同的 你的生活方式 不是你的 是你家庭给你的 大男子主义 觉得女人就应该干家务 应该住爸妈的 给你的房子 等等等等 都是你家里面给你的 但是他 不选你这种生活方式 你呢 用七年的恋爱 逼他选这种生活方式 这就是矛盾冲突 这就是他为什么 不想结婚 他不是不想嫁给你 他想嫁给你 但是他不想结婚 因为他觉得结了婚之后 他被迫要选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 怎么办 谁妥协 刚才赵春老师已经问你了 为什么不能租个房子 你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一直是依附于家里呢 首付是家里给的 饭菜要爸妈做 姐姐做 所有的价值观 都是爹妈给的 姐姐给的 你已经做好 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 形成一种自己生活方式的准备了吗 你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们说的一个话 什么女人要有一个房子 要让自己吵架的时候 可以离家出走 但是有一点哦 那个房子得女孩自己买哦 不是你自己买的房 她给你买的房 你离家出走 有脸去那边住着吗 所以恐婚到底恐的是什么吗 恐婚恐两件事情 第一个恐未来 恐未来恐的什么 恐的是未知嘛 你们得商量 你们将来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爸妈那的钥匙能不能收回来 房子以后 我不说家不家这个名字的这个事吧 以后有没有自己的房子吧 未来的家务怎么做 未来生活品质应该怎么样 未来怎么样去旅游 等等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世界 要有谱吗 如果恐现在 就要把现在这个问题解决掉 最后一句 你千万不要以为 退回到那七年恋爱 就万事大吉错了 正因为那七年恋爱退去 现在面临婚姻 你才看清了真相 所以你对他提的要求 你回到七年前那个你 这是错了 那只是 让你重新回到了 那条爱情的迷雾当中 真正你要做的事 坐下来 两个人想一想 我们未来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样 谢谢 谢谢陆七老师 我一直认为经济不独立 婚姻没自由 挣钱其实不少了 就是你们两个人打算结婚 那就得过一万二千块钱的日子 怎么能把这一万二千块钱的日子过出滋味 你们的婚姻就自由了 你不受任何人的制约 听得懂吗 经济独立不是你光能挣啊 你得学会怎么花呀 怎么统筹啊 对未来的打算 这才叫经济独立了呀 就是这么多钱 怎么抵御生活的风险啊 你得想很多 这才经济独立呀 这才长大呀 没长大结什么婚呢 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现在还是老是想起 我和你第一次约会 在川美的校园里边 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 相遇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钱 就普普通通的吃碗面呀 或者给你买点小东西呀 其实挺开心的 后来一起步入大学 我记忆非常深刻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长水痘 然后整个人满脸都长了那个麻子 包括我现在毕业证上面 照片上都是 然后你就 无微不至的在旁边陪我 我休息了两周时间 你也请假出来陪着我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异地嘛 我就感觉两个人互相照料 虽然父母没在旁边 但是有你我就觉得 其实挺满足的 你可以把我照顾得很好 我觉得 虽然有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 但是 好 直接我 我爱你 唉 还拿着个片呢 她不是七年前的小姑娘了 她现在要的是 我希望一个能给我肩膀的男人 然后您来了一句说 我特别享受你的照顾 你对我照顾得特别好 这能在一起吗 你不好好想想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来来来来 您是决定嫁她了 马上 我还是想 就给她一次机会 还给她一次机会 现在愿意自己租一个房子 搬出来 你们俩先试试 愿意 第三个问题特别简单 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尊重她的想法 这答案还行 对 麻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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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